第二章 酷仑定律与电厂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都已经知道 带电体 它所带的电量最小额的电量就是1 用1来代表 这个我们叫做基本电荷 它的大小是1.60219乘10的负19之方酷仑 不过我们在用的时候就简单一点 就用1.60乘10的负19之方酷仑就可以了 另外一点就是电荷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量子化 就是说这个电荷它带电的时候 它所带的电量一定是基本电荷的整数倍 整数倍是n就代表整数 因为电荷带电有正电有负电 不管是正电还是负电 它的基本电量的大小都是1.60乘10的负19之方酷仑 所以Q呢 它或者是正1或者负1个基本电荷 或者是两个基本电荷 三个基本电荷 正就是带正电 负就是带负电 电荷守恒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它的电荷呢 总量本来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 如果它少了一个正电荷 少了一个基本正电荷 它同时要少了一个负的基本电荷 它增加一个正基本电荷的话呢 同时也要增加一个正负的基本电荷 好 那么这是基本特性 那么我们看最早的一个定律 就是说电荷因为它两个带电体之间 它会有相互的作用力 或者是吸引力 或者是排斥力 那么这个力量跟它的带电量 还有两个物体的距离有多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酷仑它用实验的方法把它找出来 我们看这个图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摆一个Q1 这个地方摆一个Q2 这个都是点电荷 点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位置而不占空间 两个电荷 Q1 Q2 它的位置呢 我们是用这个参考点 O Q1距离O是R1 相量 Q2距离O点是R2相量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说 Q1 Q2之间呢 会有力的产生 那我们现在就设定 Q2 受Q1的作用力 就是说Q1给Q2的力 那就是Q2 受Q1的力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Q1跟Q2 两个点电荷 电量都成正比 还有跟两个点电荷之间的距离 成反比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比例常数 那S就是代表这个力的方向 这个力啊 它是一个连心力 就是说这两个点连线的方向上 不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设定 Q2距离Q1是S远 那么从对S来说 Q2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S 那么这个是它的单位相量 就是说这个S 向量是从Q1到Q2 那么S向量是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就可以知道 这两个向量的和 就是R1加S 要点R2 因此S呢 就得R2减R1 这向量相减 那么S的大小呢 就是这个大小 我们就用绝对值 那么它的 这个比例常数K1 我们将来会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来取代它 4πε0分之1 这个就是这个常数 大小是9乘10的9之方 Newton meter square over coolant square 那么这个 这是近似这个 它其实它有小数点 我们都不算它 这个是个常数 那么其中的Y0 它叫做电容的 电容率 叫做电容率 permittivity constant 它的大小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算出来 它就4π 9乘10的9之方 分之1 那么它就约为8.85 乘10的负12之方 法拉 permeter 这个 这个就是库伦定律 库伦定律 各位要习惯这种的表示法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坐标原点 你Q1在哪里 Q2在哪里 它的位置相当是这个 OK 那么Q1 Q2之间 它们的相对的位置 我们就用S这个项量 S是等于这个东西 要回去要把这个 慢慢的 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 就把它弄懂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高斯定律 也可以这么写 有的书上是这么写 因为S项量 是在R2-R1 S的大小 就是绝对值得R2 项量-R1项量 那么S univector S univector 它的大小 这是S了 S univector 它就等于这个项量 被这个项量的大小来除 这个就是S了 这就是S的大小了 它就等于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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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最要紧的就是 你要认识 这个定律 只适用于Q1Q2 是点电荷 如果它有一定的体积的话 这个式子就不适用 体积的话 你就要用微积分来算 所以这个式子 仅适用于2点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力 他们用的单位是什么 F的单位 我们用牛顿 Q1Q2的单位 我们用库轮 S距离的单位 我们用公尺 这个单位不能用错 如果Q1Q2是同种电荷 两个都是正 或者两个都是负 那么这个力呢 这个乘起来是正 F2 就是等于正S univector的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就是排斥力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 那么这个乘起来就是负 所以这个F2 的方向就是跟S的方向相反 它是负S univector 那么这个力 库轮力 我们又称它叫做静电力 又叫库轮力 又叫静电力 那么静电力是属于连心力 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两个点电荷连线的方向 并且它是属于一种超距离 就是说你不需要接触 两个带电力 不需要接触 之间它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力还是存在 库轮定律 是最早发现的一个定律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特点 它只能用在点电荷 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很麻烦 因为在实验室里面 随便你找一个带电体 它不可能是一个点状的 点状的就是说 它只有位置没有体积 你随便找个物体都有体积 有体积的话 它就用积分的方式来算 那这个非常麻烦 就两个点电 两个电荷都要把它分割成 无穷多个小电荷基数 然后小电荷基数之间的力 积分起来 才是这个静电力 那这个很麻烦很麻烦 于是我们就发展另外一种 关系叫做电厂 这在计算上会简单的很多 好 我们就介绍什么叫做厂 什么叫做厂呢 我们看这个我们用话语表示出来 单位正电荷在空间的某一个位置 所受的静电力就成为该位置的电厂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话我们可以讲出来 也可以听进去 但是很不容易明白 但是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厂 厂它就是指的一个空间 有某一种用途的空间 那就是说这个空间有某一种特性 它适合某一种用途 比如说停车场 停车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平面 上地下花了一格一格 有大哥有小哥 大哥停游览车 小哥停小汽车等等 这就是停车场 对不对 还有什么场 还有篮球场 篮球场也是一个空间 它做什么用呢 是用来打篮球的 你看这个场上面 它会画一个框框 然后又有一个圆圈等等 还有两个篮球架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篮球场 它是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说 到了这里 你可以买到你日常生活里面 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厂就是代表一个 具有某一种特别用途 特别的特性的一个空间 好 那么电场呢 你说电场做什么用啊 好 我们现在介绍电场 比如说我这里摆一个 在某一个地方 摆一个点电荷 摆在这里 我们先借用这个图 摆在这里 让它固定不动 这个空间本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本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拿一个带电体 在这个空间到处走动 我在哪里 把这个带电体 拿到手上一松手 它呢 就停在我的面前不动 停在我的面前不动 就表示说 它这个时候不受力 对不对 受力的话 位置会产生改变了 好 等到我在空间里头 摆一个点电荷固定在这里了 我再拿这个带电体 摆在这个地方 摆在这个地方 你一放手 它往这个地方移动 那就表示 它在这个方向受力 你摆在这里 它又往这个方向受力 摆在这里 又往这个方向受力 你就说 这个空间跟原来那个不一样了 就是说 我摆一个Q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空间就不一样了 什么东西不一样啊 不是什么颜色不一样 不是什么味道不一样 是说 是指说 我摆一个带电体 在某一点 这个带电体会受力 我摆的位置不一样 它受力的大小跟方向 也不一样 那这就表示 我摆了一个点电荷在这里 这周围的空间 就具有某一种特色 这种特色就是 带电体在这个空间会受力 好 我们为了要描述这个空间器件 我们就说 这个空间呢 就是说 有Q在这里的时候 它周围的空间呢 就具有某一种特色 我们叫做电厂 因为它是电荷 电荷首例 电厂 这个电厂 什么叫电厂呢 就是说 我单位正电荷 我现在不要用 一百库轮 两百库轮 本来你把一百库轮 在那里 它会受力 把三百库轮 在某个位置 也会受力 我现在说 你也不要用一百 也不要用三百 也不要用两百 我们就用一个库轮 一个正库轮 把在某一点 所受的力 就代表 这一点 它的电厂 它的这个力的大小 跟方向 就代表 这个力的电厂 把它在这里 它就代表 这一点的电厂 单位正电荷 如果我把两百电荷 两百库轮呢 那就是我刚刚 就是这个电厂 它受的力 就是这个电厂的两百倍 就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就说 电厂 我们怎么定义它 就是因为一个库轮 你取不到 因为一个库轮 它不是基本电荷的整倍数 这是我们一个虚拟的一个大小 我就拿一个Q库轮 摆在某一点 比如说 现在这个 这个周围 有电厂 这个周围有电厂 包括这一点也有电厂 我吴清朗要问 这一点的电厂是多大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Q库轮电荷在这里 Q库轮 我们就量出它受的力是多少 量出它受的力 Q库轮受的力 大小是这个 方向朝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的电厂呢 就是单位正电荷 所受的力 那就是F被Q来除 就是一个库轮的正电荷 所受的力 它的大小 跟方向就是包括在这个 就是力的方向 这就是电厂 它的单位是 Newton per coulum Newton per coulum 好 这样子的话 也有它的一个 这种方法叫做 我们用检定电荷用Q Q当作是一个检定电荷 就是要来测量这个 它在某一点 受的力有多大 好 你这里有一个Q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电厂源头 我们没看到 它的源头可能是一个什么 可能是一个球状的带电体 导体 球状的导体 那么它带电一定是 均匀分布在表面 那你把这个 点电荷摆在某一点 这个带电体上的电荷 会影响它 反过来它也会影响 这个带电体的电荷 那么这个导体上的电荷 受它的力一推 它分布就不均匀了 结果呢 这个力 这个地方的力 是这个电荷分布的 不均匀的时候的力 那你 我们要的是 它分布得很均匀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Q不存在的时候 你为了要测它 一定要有个Q 有了Q就破坏了这个 原来电荷的分布状况 所以你撤出来的呢 就不是 不是你真的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 是希望我们求出来的是 真的情况 可是有了它呢 又影响到这个状态 没有它又不行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了 我们让Q带电体的电量 尽量的少 这点电荷的电量尽量的小 尽量的小 尽量的小 小的多小呢 就是说 你想象中它有多小 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小 那于是就是 F被Q来出 这是这个 我们取Q Approach Zero 这个Q要变成很小很小 耶库伦对基本电荷来讲 它好大呢 它比一个基本电荷大 大好多倍 所以它尽量的小 Q Approach Zero 这个值 Q Approach Zero 那么这个 就叫做电荷 但是我们实用的时候 我们就麻麻糊糊用这个就好了 严格说起来 要用这个 这是电荷 各位要记得这个电荷的定义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一个带电体固定在某一个空间 或者说某一个空间分布有带电体 那么这个空间就会具有一个特性 这个空间就会具有电场 具有电场 那现在我要问 那现在我要问 假如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把一个Q的点点和Q在这里 就是距离O R Prime 把一个点点和Q在这里 那么这个Q 它就会在周围的空间产生电场 那这个电场是多大 就是说我Q摆在这里 我问这里的电场是多大 这个地方的电场是多大 这个地方的电场是多大 要问这个问题 这是最简单的 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场 各位要注意我们这个坐标系 这是坐标的原点 Q 就是带电体 就是电源 我们这里有 比如说不止一个电荷 好多电荷 这个电源区 里头的某一个带电体 跟O的距离 我们用Prime Prime来表示 Prime就是 它对圆区里面的 一个点电荷的一个 位置相量 好你要求的这一点 比如说我要求在这里 这有个P点 P点就是要求它的电场 我们称为这个就是场区 这周围会产生电场 对不对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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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场区 场区 某一点要求电场的时候 这一点的位置我们要R 不打Prime 不打Prime OK 你现在要去问 我们现在要问 Q在周围产生的电场是多大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 我有什么办法 来求这个 电场 这个办法 各位要注意 当初发明电场的 这是一个发明 这是一个发明 以后要求电场的位置 等等 就是某一点电场是多大 你就要用到原来的方法 从原来的方法去想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方法 当这个方法遇到瓶颈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算出来了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把它改良 就把这个方法改良一下 所以我们新的方法 都是把旧的方法改良 我们不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发明一种新方法 不可能 好 现在我们就说 电场 这一点的电场 我们怎么求出来 距离它S远 位置是R地方 这个电场怎么求出来 我们就用原来电场的定义 我们就把QPROM 摆在距离QS远的地方 当然距离这里就是R 我们量一量 它受多大的力 因为电场就是单位震电荷 在这里所受的力量 的静电力 它的静电力 你先把Q把它量出来 Q量出来 然后这个Q呢 再被 不是 把F量出来 然后F再被QPROM来除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 用解决电和球电场的方法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每一次都要量的话 那太麻烦了 我们就想 QPROM是个点电荷 其实它的电荷 大小很小嘛 那么它 在这个地方所受的力 你要不要去测量啊 不要测量啊 它给它的力 就是两个点电荷之间的作用力 你不要 不需要量了 因为库伦已经把你量出来了 你不可能比库伦量得更准 因为它一天到晚就是做这个 它有的是时间 我们以前在大学要量这个 我们这个 它用Kevin的Balance Kevin的Balance 我们用Kevin的Balance 来量外游引力 做好几个钟头 才量出来一个力啊 这一点做好多个钟头啊 而且还不一定准 那你要测这个力 你何必去量 因为库伦把你量出来了 这个大家都承认 所以它在这里所受的库伦力 就是这么大 好 我们就带到电荷的定义里面去 E等于F over QPROM 你把这个被QPROM来除 QPROM拿掉就是这个 原来在这个方向上面 距离S远的地方 这一点 它的电场 由Q产生的电场 就是这么大 4Pi Epsilon Zero 这个地方本来我们是用KE KE KE寫起来好像比较简单 对不对 这个好像很麻烦 但是库伦定律我们很少用 库伦定律很少用 所以这个KE以后很少用 我们以后会多用一个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才是很常用的 那个时候你如果现在用KE 到那个时候的常数 就变得很麻烦 我们常用的 希望它能够简单 然后不常用的 我们让它麻烦一点 所以这是常数 是电场跟电荷 点电荷的电量成正比 跟你所要求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就是点电荷的电场 记住 这个Q指能力是点电荷 如果它是有一定的体积的话 这里有体积的带电体 在某一点产生的电场 不能用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这个S不晓得要怎么算 好 我们知道一个带电体 就是点电荷的电场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检验电荷的方法 一个就是用点电荷 点电荷求电场的方法 现在我说 我不止一个点电荷 好多个点电荷 比如说这个区域 有Q1 Q2 Q3等等 我只画三个 同时存在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空间某一点P来说 它的电场是多大 电场是多大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发明性的 我们就从旧的来想 旧的就是说 单独Q1存在 在P点产生的电场 那我可以知道 单独Q2存在 它在这一点P点产生的电场 我也可以用点电荷的电场算出来 Q3也是一样 问题是 这三点通通在的时候 这个电场是多大 好 现在各位注意 这个就叫做圆区 Q1 Q2 Q3都分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做圆区 圆区里头的带电体 到O点的位置 我们就用prime来表示 r2'r1'r3'r3' 然后就电场 这就是圆区 它的位置就是r相量 好 现在我们就把 已经会做的算算 单独由Q1存在的时候 这一点的电场 e1相量是这个 单独是Q2存在的时候 e2是这样子的 单独由Q3存在的时候 电场是这个 这三个都存在怎么办 那你就要想办法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 看看你的物理的定律里面 可以用到什么东西 好 我们就想说 电场是一个什么量 它是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利 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利 这也是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利 这也是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利 那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单位正电荷在这里 它这里同时受这三个利 我们在讲利学的时候 不是说过吗 利呢 它有叠加性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这一点 单独的利 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 好多利的合利呢 就是这些利的向量合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的总电场 就是E1加E2加E3 这个向量合 那我们就把这边都加起来 那可以把4πy0提出来 里头这个都不一样 这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我们就有一个summation符号 简单地写出来 就用I好了 I就代表1 2 3 1的时候就是这个 2的时候就是这个 3的时候就是这个 所以里头有N点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单 好 这个式子 就是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OK 你现在有三个方法了 会了三个方法了 一个是用检验电荷 来测量电场 另外第二个就是 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场 第三个就是 一群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那现在我们要问 假如这些好多个点电荷 密密麻麻分布在里面 几乎是连续状态了 无穷多个 那这个地方无穷多像 你要求这个地方的电 电场怎么求啊 你三项五项都很好求啊 加起来就好 你无穷多像就很难求了 那我们就发展 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电荷做连续分布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是个园区 这是个园区 园区 它里头呢 有电荷分布 连续分布在这里 它的密度是road 这个是体积电荷密度 就是说 它每一个立方公尺 有多少库轮的电荷 但是它不是常数 有的地方大 有的地方小 它就分布在这个地方 有的地方密度大 有的地方密度小 那这个地方有电荷分布呢 那它就会在空间任意一点 产生电场 对不对 那这个电场是多大 好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只会什么东西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这是计算 检验电荷来测栏电荷 我们就不谈它了 那个太麻烦 好 但是它又不是点电荷 它也不是一群点电荷的分布 它是连续电荷的分布 那我们没学过啊 没学过你 看看我们学过的 这些方法里面 你能不能做什么改变 做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你能够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 我们就想 我们学的微积分 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微积分可以说 这个地方的电荷分布的密密麻麻的 我就把这个地方分割成 无穷多个小体积 每一个是第一套prime 凡是园区里头的量 我们都用prime 我们在第一章也讲过 一个体积可以分割成无穷多个小体积 对不对 每个小体积 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 这一个 层上这个地方的电荷密度 Row 就变成这个小体积 的一个带电量 那这个小体积 我们称它叫做体积基数 它所带的电量 我们就称它的电量基数 我们说我可以算出 这个DQ基数 电量基数 在p点产生的电场 因为体积很小 它可以当作点电荷来看待 点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我有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这个方法可以用 DQ在p点产生的电场 我们称它叫做D1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取电荷基数 然后带点电荷的电场 就得D1 D1就是p点的电场基数 因为D1只是其中的一个D1而已 这一个体积 这一个DQ产生的电场 这里有多少个像这样的电场 无穷多个类似这样的电场 每一个都会在这里产生 D1 大小跟方向都不尽相同 那这个地方的总电 总电场 就是这些电荷基数 在这里个别产生电场的向量核 所以E就等于积分 D1的积分 这个积分就等于这个积分 那这个R'就表示说 这个Q Q 某一点的Q 它的位置 是用R'来代表 R'来代表 那T'就是圆区的体积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DQ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写成Rho D' over S' 这个R'不可以拿出来 除非它是一个常数 我们刚刚说它不是常数 好 记住啊 这个就是 一个体积T'里面 有电荷的连续分布 所产生的电场 这个R' 电场啊 这个R' D' over S' 是等于DQ 而DQ是等于这个 这是TG 如果电荷是分布在一个导体上面 那么电荷一定分布在哪里呢 导体的表面 比如说 这是一个表面 假设这个表面上 有电荷连续分布 它的密度 Sigma 这叫表面电荷密度 它的单位是 每一平方公尺 有多少库轮 这个有电荷分布了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周围啊 产生电荷啊 那么这个电荷怎么求呢 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去把这个表面啊 面积是A的这个表面啊 分割成无穷多个小的面积基数 每一个叫做DA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它乘上它这个地方的Sigma 因为Sigma不见得是常数 那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DQ 因为这个是DA prime 小的跟一个点一样 所以它就可视为点电荷 那么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荷 就是用点电荷的电荷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取DQ 然后用点电荷 点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然后总电荷呢 就是这好多个点电荷在这里产生电荷的向量荷 向量荷 OK 这个跟前面那个积分一样 就是不一样的事 前面就是Tal prime 这个地方是A prime 就是面积了 就是这个 应该这个 这个应该要写上A prime才好了 这个面积 OK 因为它是Q 这里的DQ是这个 所以它就是这个 体积分的 前面那个电荷分布在一个体积里头 这个地方是用Row 这用Dta prime 现在这是一个面的话呢 就是Sigma乘DA prime 好 还有 如果电荷是分布在一条线上面 不一定是直线 比如说这个A prime这个线上面 这都有电荷分布 它的密度 我们用Lamna来表示 叫做单位长度的电荷 每一公尺有多少库轮的电量 那么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厂是多大 这些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厂是多大 那我们就把这个线分成无穷多个小线段 其中一个 这叫DL prime 从这里到这里 很小 这只是一个点 层上这个地方的电荷密度Lamna 那这个就是一个DQ 跟一个点一样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厂叫做D1 这就是等于点电荷产生的电厂 首先取这个 因为这个Q prime就是说 你这个点 这是一个圆区 圆区上面任何一点的位置 我们叫R prime 还是用点叠和它的电厂 然后用叠加原理 总电厂就等于这些的向量和 你看这式子还是一样 不管你是体积分 还是面积分 还是线积分 形状都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然后你把DQ写成这个 那么这个式子 就是电荷连续分布 一个现状的连续分布点和 在空间某一点产生的电厂